政坛男男性爱短片自六月份爆发以来就传出了各种阴谋论 那警方早前证实这是某个政党领袖在幕后操盘 故意制作跟散播这个短片来羞辱特定人士的 而被只涉及性爱短片的经济部长阿兹敏 前天晚上和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出席祈祷大会的时候 两人都表示他们知道散播短片的幕后黑手是谁 只不过碍于警方还在调查 所以他们不方便透露幕后黑手的身份 那针对这件事副首相望阿兹沙昨天晚上出席反餐会活动的时候就说 从阿兹敏和阿米鲁丁的谈话看来 他们似乎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足以指控幕后黑手是谁 而既然他们手上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了 就应该跟警方合作拿出来协助调查这起事件才对呀 而首相敦马今天则在部落格表示 很明显的是有人为了政治目的 制作和散播这一段性爱短片 目的就是要借刀杀人 把某个人踢出政坛 敦马说他身为首相 的确是有权利开除被只涉及短片的那个人 但他不会这么做 因为他不想让那些玩弄政治的人得逞 那后来敦马这番言论被外界解读为 他是在捍卫阿兹敏 针对这项指控 敦马今天很快就出来否认了 首相马哈迪今天出席2019年至2023年 财务知识全国策略推介里时 被媒体追问他在部落格的言论时表示 他只是希望幕后黑手受对付 并没有要维护任何人 而出席同一场活动的还有全国总警长阿杜哈密 但他似乎不太想回应南南心爱短片的案件 他一脸无奈地向媒体抱怨 这起案件已经将警方困住 甚至拖累警队改革的进度 而阿杜哈密被问到会不会传召公正党主席安华问话时 强调这起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传召入口供 一旦完成调查工作 警方会把调查报告提成给总检察署